CAM PEN就是 妮莉嚕我喜歡你 大家好我是浪漫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告白這件事 到底要不要告白 如果對方是子女怎麼辦呢?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子女代表妮莉嚕 首先我們先來對這個子女進行幾題 快問快答 第一題 你喜歡看帥哥還是美女? 帥哥 欸對美女 第二題看妹子看顏值看男子 顏值 啊 你確定是顏值嗎? 顏值現在才是胸部 第三題有沒有被女生追過? 沒有吧 OK啦第四題喜歡內向還是外向的女? 外向的女生 內向的女生 外向的男生 喜歡有外表的還是有才華的? 有才華的 女生漏傳有外表的 有曾經對女生信用過嗎? 有啊每天 哈哈哈 如果跟女生在一起喜歡是帥的還是美的? 美的 會想嘗試跟女生在一起嗎? 我少想過 哈哈哈 他們好不留情欸 有跟別人告白過嗎? 有 有被別人告白過嗎? 有 你應該沒有被別人告白過嗎? 當然沒有吧 應該沒有吧 那應該不是告白吧 OK這句話等下我們值得深討一下 應該不是啦 OK再來你喜歡我嗎? 還好 哈哈哈 他 他搞一句話嗎? 沒有說他 他有被告白過嗎? 有啦有啦有啦 平常平常在人要說有嗎? 如果被你告白就跟我再一起嗎? 不會 好的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妮妮如 好其實大家應該不認識他 但其實理論上一年前大家就應該要認識他 因為我們其實在一年前差不多這時候 其實我們一起拍過一次影片 對而且那時候是夏天然後還穿得蠻好看的 對 不像今天就比較隨便一點 對而且那次有多慘呢? 其實我拍得非常好 而且我其實那支影片已經剪一半了 然後硬疊就壞鬼了 所以那支影片就再也沒有上過 我記得那支影片是我們邊畫畫 然後邊跟大家就是聊一下 就是自由工作者的一個問題 對非常深入的一支影片 那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是什麼時候見面的嗎? 第一次是公司介紹 介紹什麼? 就是這個是 因為你還記得 我不記得啦 其實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前年的那個聖誕節 公司辦那個冰子蛋糕 因為我那天只記得小龐Toki跟球球 然後我完全 欸!我們那自己吃飯以來多少人而已 然後我就直接被排除排外 喔!小六! 喔!對! 喔!我自己的日記 喔!吃飯! 喔!對!我們一起吃火鍋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對你露印象非常深刻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太ㄎㄧㄤ了嗎? 不是!我跟妳說 因為我通常 對於某一些特定類型的女生 都會特別吸引我主意 欸欸欸欸欸 而且他們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很瘦 呃... 沒胸部 哈哈哈哈 你繼續講那個鼓音 沒有 沒有啦 通常這類女生 我每次 真的跟他們聊天之後 都會發現他們全部都是處女座 欸? 喔!我是處女座欸 處女座 好!今天集中要跟大家講 告白這件事情 哇喔! 這個是一個高難度的事情欸 沒錯!像你們剛剛 大家都見證我的告白失敗 關於告白這件事情啊 其實對於女同志來講 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心理障礙 因為一般人對於告白 你應該最擔心就是 會不會失敗嗎? 對! 但是妳跟妳說 為什麼我剛剛特別講 女同志這件事情很難 因為女同志很難 確定對不對? 對! 因為妳知道女生 就要當好朋友 妳會手握手啊 對! 然後妳不知道她到底是 真的是把妳當朋友 還是說她是 就是把妳當一個對象 沒錯!像妳剛剛我問妳說 妳有沒有被女生告白過 妳剛剛說應該沒有 我其實摸不透欸 對! 妳是不是有曾經遇過人家 好像是彈性的問題 她就是有那種 一直說很喜歡我的女生 但是我又覺得說 大家都也很喜歡我啊 所以應該沒事吧 但是想不想等一下 因為她剛剛在就是 開拍前就說 女同志大概類型 我想說 欸!好像那個人蠻接近的 是不是 但是也不好說嘛 所以我也不確定 到底是有或沒有 對! 今天這個主題呢 最主要是要跟大家講 其實之前有一個 英國的心理學家研究 她原本的研究的結論是講說 有82%的女生都是雙性戀 可是其實這樣講不是很正確啦 今天也要幫妳做一下性教育的部分 因為她完全分不出女同志 有分哪些類型就算了 她其實就是 對女同志的了解 就只有T一個字 就沒有了 然後她還問我說 還有百合啊 對!就是很宅的那些用詞 對!除了這些宅知識以外 她就沒有了 有82%的女生 就是看到女女人也會有反應這樣子 肯定啊!女生身體那麼漂亮 對!所以她講說 所以她的結論是說 80%的女生都應該是雙性戀 當然這是大家對雙性戀的誤解 因為不是一定是喜歡女生 才會對女生有反應 對!像妳就是啊 對啊! 或是她就是還沒有被開發的那一選 我應該是還沒有被開發的 OK!很好! 我應該是聽說這個圈圈裡面的交集處齁 就是未開發的男人 未開發狀態 未開發的男人 那既然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那到底 我要不要跟這個女生告白 因為其實我在IG上有問過大家這個問題 就是 如果 今天妳知道對象可能是直女 妳會很害怕這件事情 還是妳會鼓起有機會白玩她 天啊!這好難喔! 因為我本來就是 我不知道我應該是直女吧 吧! 欸!我真的覺得現在社會很害怕 沒有!我就是 我就是 對啊!沒有啊! 因為妳就 我剛剛就跟她聊過 就是我就是會看 我的IG大部分 99%都是女生啊 然後那1%可能就是認識的男生 那我問妳喔 如果今天妳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妳不然先跟妳告白 妳會有什麼反應? 女生 女生 不會 愣住吧 如果是想跟我在一起的話 我會覺得嚇一跳 我可能會拒絕她說 喔!沒有!我目前沒有要 就是要考慮妳 但是我們還是 妳是很好的朋友 OK!所以妳不會因為這樣 然後覺得說 厭惡或是害怕小孩 不是啊!就是都活到這個年紀了 就是 妳知道就是 有人喜歡妳不好嗎? 可以啊! 只是她自己要拿妳好嗎? 妳妳說這真的是處女座的實在 我跟妳說處女座 就要轉星座 欸!是嗎?為什麼? 不知道處女座就是很喜歡被喜歡啊 肯定啊! 因為就是妳會被別人想要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妳很有價值欸 對! 你知道女生跟男生很好 本來就是一件比較特別的一件事 所以基本上一定互相有好感 沒錯! 所以如果感覺發展到一個層次的時候 他們其實不需要告白 也知道自己差不多要在一起了 對啊! 但是女生可能就不一樣了 因為女生可以 你知道可以一起 脫光衣服去泡溫泉 他們也是正常朋友啊 沒有! 欸!這就是女童子不一樣的地方 我聽說女童子非常就是 就是因為都是女生 反而就更care 像其實很多女童子 是不敢去泡我糖的 真的假的? 對啊! 因為她會覺得這環境都是女生 她會害羞 我個人是不會啦 我是有去泡 那我也是會害羞啊 但是我還是 就是美肚所啦 久了就習慣了 你只是不習慣啊 我們去大江庫溫泉舞 OK!我們現在去錄 不要玩笑了 我們現在集中心去拍我們去糖屋 不要玩笑的 那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個女生追你 然後其實你也不排斥 就是你可能本身也有點覺得她還不錯 好!如果是大胸部臉很正 然後很有能力 然後大姐姐類型的話 我應該會答應 真的假的 我跟你說我們這圈子裡面很多這種人 我超愛這種類型 真的假的我覺得 這妳可以介紹給我 OK!我們就馬上幫她配對 然後下一集就是 欸!我真的蠻想要看看那種類型的女生 同婚園都已經過了 其實現在大家對於同志已經沒有那麼排斥啦 所以 有部分的人會因為害怕告白之後 對方覺得自己是同志 然後回去原理她 那就算了吧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是朋友 或是說你反而就跟她有互動力 理論上你應該本來就有先出櫃過 喔! 如果你真的跟她很好 就是說對方知道你是同性戀 但她還是願意跟你當很好的朋友 對啊!而不是說就堵那一次 就是我們一直都講到好朋友 然後你就一直生貴 然後就突然間跟她講 她一定嚇死啊 那我問你喔 通常你會怎麼樣知道一個人喜歡你 因為像剛剛講缺人關係 我覺得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你要知道對方的基準線在哪 然後你是不是第一名那個基準線 就像是 我就之前會舉例說 假如說我12點不接電話 但是如果 這個人對我是特別 12點後她打來我是接她電話的 我要知道對方這個基準點 有沒有為我有特別的地方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 非常保守的告白方式 大家千萬不要 就只是孤注一直的覺得 告白成功與否 其實比較重要是怎麼去培養前面那樣曖昧的時間 對!但是如果你們兩個本來是 本來是今天那個就是 你自己也不覺得那是曖昧 可能就是朋友然後稍微有點越界 其實那是可以去試探的 因為譬如說好青天手什麼的 這些東西 對啊!女生之間可能很常這樣 可是像你剛剛講那些 譬如說自己需要私人的事件 或是原則 那個是 那個其實是還是可以區分出來的 對! 對!但是因為我很多觀眾 就是不是台灣人 可能是馬來西亞之類 他們其實就更保守 所以我也懂你們的害怕 但是愛情就是要靠自己爭取 對不對! 對!就是觀察這真的 你看身為子女 他覺得可以嘗試 所以不要覺得子女又不可能 對!我真的覺得 不要覺得他自己又不可能 然後如果你真的覺得 對於子女有很多困擾的話 歡迎大家帶去Wonder 他們店的時候可能就是 來到Wonder 每個都變Wonder 蛤?是什麼東西? 想看一下 我們一間女同志的酒吧很新 非常有名 你感應可以來來喝酒 但你就看到各種行業生的女同志 好!你就覺得天哪! 他們竟然是女同志 可以!下次都有錯 永遠就是這樣 那你就給各個想要告白的人 或是正在經歷告白 失敗的人一點鼓勵的話 好!反正就是不管成功失敗 反正下一個會更好 欸!這個鼓勵比較好 呃...好像沒有 好!那我再想一個 就是今天你不做 你就什麼都沒有 那還不如試試看 反正現在一定還年輕 沒錯! 那如果成功的話那真的是 皆大歡喜 非常的棒!恭喜大家 然後祝你們幸福 那如果失敗的話沒有關係 就是還可以是朋友 如果不是朋友的話沒關係 還有下一個 說不定下一個又整 身材又好 個性又跟你合 對不對也不好說啊 這真的很重要 對! 我今天前面示範了一個 非常好的告白方式 你就當玩遊戲 然後很多人會回 因為我那時候就問大家說 你會用什麼樣子告白 有些人就說 很冷喝酒 借酒裝瘋 如果被拒絕就當說 沒有好喝醉也不記得 對! 所以剛剛玩遊戲也是一樣 玩遊戲還不錯 對!剛剛就是 對!就是明顯的被拒絕 但是至少 至少你不會太難過嘛 然後對方也不會尷尬 就是心裡難過的 滿開心的 滿好玩的 對啊!然後對方也不會覺得 那發什麼事 就是遊戲 OK嗎? OK! 希望今天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所以希望你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鼓起我們去告白 不管對方到底是 同志還是異女 我覺得這件事情 大家不用想的那麼嚴重 但比較重要的是 對自己的愛情要有勇氣 然後去追求自己 想要的幸福人生 沒錯! 再一次謝謝妮如 耶!感謝! 我們的頻道終於出現子女了 耶! 你第一個嗎? 好像是喔 好像是 好啦!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去訂閱妮如的頻道 有任何想要跟我們分享的 你的戀愛的經驗 或是你告白的經驗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就到下回見囉 掰掰 掰掰